很多人在做辣椒油的时候,都是直接在辣椒上泼热油 其实你们都做错了,今天二厨把饭店的方法教给你 首先大碗中加入一小碗粗辣椒面,一小碗细辣椒面,一勺盐,一勺白糖,半勺胡椒粉 用筷子把所有调料搅拌均匀,加入少许白酒,放白酒做出来的辣椒油会更香 再加入食用油,充分搅拌均匀这样就不容易炸糊 想要辣椒油更香,需要配一点花生米,凉油加入花生米,再放两个蒜子 等到蒜子炸黄了花生米就熟了,炸好的花生米捞出晾凉 装在一个袋子里,用祖传的擀面杖把它敲碎,敲成这样,锅中油温六成热 下入姜片,香菜,羊猪,小葱,再下入花角桂皮,花椒香叶小茴香,炸汁微微焦黄捞出 再准备一碗生白芝麻,拖油的时候可以把芝麻炸熟,激发芝麻的香味,刚开始辣椒面会稀油 拖好后快速用筷子搅拌均匀比面炸糊,搅拌均匀后继续往上面拖油 一定要边拖油边搅动,最后将油全部倒在辣椒面上,充分激发出辣椒面的香味 再放入捣碎的花生米,这样做的辣椒油整栋楼都能闻到香味 放一年都不会换,拌凉菜拌面条都非常好吃,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吧